大家好,我是Den 如果都换了公司名 旁探突拍都还是hype所属的话 hype很快也会产生娱乐公司的形象 如果那样的话 还不如就把PickHit Entertainment的Entertainment去掉后 直接就叫PickHit应该会更好吧 毕竟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名字 对吧 嗯?如果不是的话 不是就算了 其实这次的公司名变革 对于只是追星的我们来说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是希望公司能够好好做自己的主业 不要一直分析 但是毕竟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不持续成长的话就会被淘汰 所以之前也说过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交给那些人处理 我们呢只要快乐的追星就好了 然后今天应该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新闻 韩文一家媒体独家报导了 AiJuan成员Sakura在AiJuan活动结束后 将与PickHit签订专属合约的消息 根据有关人士对媒体表示 Sakura最近有将这个事实告诉了亲友们 确定会去PickHit娱乐 并表示很有可能会加入PickHit旗下要推出的新女团 对此PickHit娱乐对媒体表示 目前还没有确定任何事项 还没有确定任何事项 按照以往的例子来看的话 不过每次看到这种新闻 我最后期的地方就是 有关人士到底是谁 下一个消息是 去年8月 因习惯性事达PROPRO 也就是牛奶阵而被起诉的 韩国情歌王子徐聪 3月9号 韩国法院对徐聪宣判了 一年有期徒刑两年的唤刑 原先检方要求的是三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担当法官表示 考虑到本人因为慢性疲劳 以及压力而中毒的部分 以及承认凡刑而决定的行列 因为徐聪早在2013年就被解发过试打牛奶阵 后来又发生了与女性Amy的事件 所以对于徐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两年缓刑 很多网友们都觉得判得太少 有压力就能X不是什么逻辑 KKKK 有钱XX缓刑 没钱的老百姓就要有期徒刑 真的太傻业了 但是也有不少这样的留言 徐聪加油 拼死命努力的话 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我曾经因为徐聪的歌曲受到过很多安慰 所以真的很心疼你 徐聪真的很想再听到你的声音 为什么要这样浪费你的人生呢 只要你回来 还是有很多粉丝们会欢迎你 所以希望能够加油重新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女团Brave Girls四年前发表的歌曲 Runley 逆行拿下音乐排行榜一位的消息 直到今天为止 Runley的人气丝毫没有减退 反而是越烧越旺 目前已经在韩国所有的音乐网站 都拿下了一位 拍出演了韩国最有人记得广播节目 Kurtushow 也参与了YouKids Under Blood的拍摄 并且会在今天出演音乐节目M Countdown 最后就是 确定了Lendingman的出演 将会在3月22号进行拍摄 现在很多网友们都希望 Brave Girls能成为第二个EXID 所以大家觉得 Brave Girls能创下跟EXID一样的 逆行神话吗 L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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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u Gamayda Haru Gamayda Haru Gamayda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